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尼亞 特朗普週六主持了白宮玫瑰園重新開放的儀式 特朗普總統和副總統彭斯都出席了活動 第一夫人說 看到的變化是經過心思熟慮 集中人的心力、精雕細諾所達成的結果 整個過程是經由包括她建築、圓藝、設計 和歷史保護方面的學者和專家的幫助之下 所精心打造完成 第一夫人梅拉尼亞將會在週二 而在玫瑰園發表她在共和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第一夫人說 用所周知 珍愛的玫瑰園的佈局 是前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在任期間 尤邦尼梅隆設計的 在過去60年裡 很多重要事件都在此宣布 此外 玫瑰園也為各界的行政當局和他們的奔行 提供一個寧靜的戶外休閒的場所 已故的梅隆是一個美國知名的園藝家和慈善家 玫瑰園的改建計劃包括種植了更多色彩繽紛的花位 並且鋪建了一條石灰石行人路 其他改變就使殘疾人士在園中移動更為方便 這項改建計劃費用由私人贊助支付 但白宮方面並沒有公開相關支出的費用